那是1935年的秋天 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 路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 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 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 指导员就让吹噬班的一位老班长 来照顾我们 老班长个子很高 有点拙背 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 不爱说话严肃得很 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 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老班长煮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 跟上快跟上 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 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 算了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 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 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 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 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 渐渐渐地老班长 老班长瘦得皮薄骨头 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 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 偷偷偷微微颤抖着 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 答应我 别放弃 一定要走出去啊 谢谢姐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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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ch